关于爱的主题 它会如何用歌声诠释 如果说到爱情 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谁 爱情 别说了吧 说我会哭的 别说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想惹你哭的 你问我今天什么是爱 我认为 爱是无奈 爱也是遗憾 所以 我选了一首 有一点痛 一首并不快乐的爱情 因为你总会提醒 过去总不会过去 这首歌里唱出了我的经历 我曾经在感情里头 也受过伤害 或者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让你想到谁 就是这个问题是最后一关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 每一个人一定要去珍惜 那个 真正爱你的人 因为爱情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就是 是回不来的 就这样吧 谢谢 有可能 爱情的歌曲是世界上最最多的歌曲 我们下面 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就是我们的这位非常有能力的歌手 他将把一首走入自己内心的歌曲 再向外发散出来 这首歌的名字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一个字 爱 希望大家 喜欢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爱 每个人都在爱里学习 爱让我们成长 爱让我们去发现对方 我觉得最好的爱应该是包容 珍惜对方 如果不珍惜的话 赢了世界 又怎样呢 你还记得吗 记忆的眼霞 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 喧哑的 都已刷牙 没结果的话 未完整的牵挂 我们却会许多说法 来延迟不空的伤疤 因为我会想起你 我害怕面对自己 我的意志 总被寂寞 总被寂寞吞噬 因为你总会提醒 因为你总会提醒 过去总不会过去 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你还记得吗 记忆的眼霞 你还记得吗 伤疯 在风中的一阵发 涮滑得都已闪牙 没结果的话 未完整的牵挂 我们就会许多说法来 仍是不同的伤疤 因为我会相信你 我害怕面对自己 我的意志 从没寂寞损失 因为你总会提醒 过去总不会过去 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假如我爱你 我会失去自己 想念的词 顶住我的位置 因为你总会提醒 尽管我得到时间 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你还记得吗 记忆的脸下 我终于没选择分叉 最后又有谁 好的 我爱你 谢谢歌队老师 杨老师 还有运香老师 谢谢 Tia你今天唱的这个歌 我听得心都纠成一块了 里面有好多好多 女人在爱里面的 坚持跟勇敢 很无悔的一种爱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你在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爱是一种遗憾 想得 却得不到 得不到又想要 这首歌在十年前我听到的时候 我很喜欢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能体会 这个歌词里面本身的意思 今天 我再唱这首歌 我感受到它的灵魂 因为爱错过了 就不会回来 Tia 你今天也是录第四期 已经有了四种风格 我估计是不是还会有 其他的风格在后边 肯定 我保证 那个海豚音我好熟悉 我录过 也是我们的鱼鸟的 直练的那首歌的 那个鱼的声音 你唱那个最高音的时候 让我感到了一种紧张的美 就是它带着那种紧张感 已经超越了一种 好像超越了一种音乐的一种美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有能力的歌手 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东西 用它的方式演绎到具有这么大的张力 你今天让我们领教到了 你有你对爱的理解 谢谢 今天Tia的演绎 它把这首歌真的走到自己心里边 然后又有一个充分的释放出来 可能真的就是它自己心里传递出来的 某种它对于爱的渴望 和它对爱的理解